哈啰大家好我是Eric 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 上礼拜六我们有直播那个有关于 那时候我在菲律宾阿尼拉的一些生活点滴 那里的所见所闻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 也可以回去看一下重播 虽然前半段画质可能比较不好 可能当时那个网络收讯不是说很好 但是后面就后半段就比较清楚 大家再多多包含一下 然后这几天有看到一个有关于香港游客来台湾的新闻说 有个香港游客 他因为可能他们买了四张悠悠卡 当然他可能 因为出来玩太兴奋了就把那个悠悠卡的照片po出来 然后上面可能有一些号码 那个条码有号码 然后就变成里面除职的金额被别人 盗用 是退卡 就把钱退出来 像这个大家要再特别 注意一下 尤其是像我们有时候 我们要出国因为很高兴 并不是大家跟一群好朋友都会把护照或是机票那个 登机证啊 或什么签证 对不对 拍照 然后po po到那个 FB或IG 因为大家知道除了上面除了名字之外 他那个有的有条码 或是说 有点类似 QRcode 那个 其实 如果说被有心人士 譬如说 有些资讯 还是有 可能会外 外露的那个 风险 所以这个大家 在拍照 在什么要 再特别注意一下 好不好 然后还看到一个最近也是 比较主要的一个新闻说 日本检查出境旅客行李免税品 结果 有上亿的 物品消失 57个人 通关 只有一人带货出关 什么意思就是 我们大家去 日本买免税商品的时候 不是 现在都是从 店家就直接 把退税的钱扣下来 给你了嘛 所以等于说 你在买的时候就已经是花 免税的价格买到 那现在有人 其实以前就有了 只是可能现在搞得太大 我猜应该也是一些人头啦 就人头 去刷卡去买 免税商品 利用外国人的身份去买免税商品 买上亿元 上亿元的产品 他就把这些拿去再去转卖 变卖 或是 换成现金 用这种方式 等于是逃税啦 等于逃税 所以 他们现在 发现这个问题 其实早就该发现 那个是 以前只是说 基于信任原则 就相信你说 你买免税商品就 带出关 就带出国 啊其实 难免一些有心人士 就会 钻这个漏洞 所以他现在 演你啊 要变成像那个 国外 像你去欧洲 去法国 他们变成说 你买免税商品之后 他会给你一个 类似一张单子 变成你要到 机场 通关了之后 你才把钱 退回来 确保你 不会 利用这个 免税商品 在当地 直接转卖啊 或是说 拿去销售 所以 应该以后就会变成说 像欧洲啊 什么样 其实有点麻烦啊 因为那个 有时候排队人多 真的蛮麻烦的 就是 你在进关之前 你要先去 退税柜台 让他就是检查 他会给你一张 退税金额的一张单子 然后你 通关之后 到 后机室里面 再去找那个 退钱的柜台 他 他会依照那个单子 退钱给你 所以 无形中会增加一些手续啊 那日本这个 以前是出自于 这个 善意方便 给旅客便利 就直接现场把你的钱扣掉 对不对 现在如果以后变成这样的话 大家可能在买东西 上面就 需要再去机场的时候就要提早到 因为还要办这些 退税手续就要麻烦一点 这也没办法 这现在 对啊 这个洞 太大 他新闻曝光的是 一堆买了东西 但是到机场 那些东西都没在身上 对不对 那你这个 就说不过去了 对不对 然后 还看到一个 是未经证实啦 但是印尼啊 印尼会增加那个 会增加让台湾免签 他说印尼为了吸引观光财 拟增 20个国家 20个国家的免签入境 据说台湾应该有机会 包含灾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真不错 因为以前去东南这些国家最麻烦 就是签证嘛 如果现在 连印尼都可以免签证 对不对 我前几天刚好跟 一个新加坡 马来西亚 他们的 在聊他来说 那个新加坡旁边一个印尼的 岛叫巴丹岛 离新加坡很近啊 说那海鲜 什么也比较便宜 对啊 这样以后如果有机会 我们 对不对 我之前的那个 东南亚 环游计划 又可以延伸到印尼了 如果你看原本 越南泰国 然后到马来西亚 到新加坡 最后到印尼再回来 我刚好绕一圈 要不要看要不要再顺便去个菲律宾 对不对 这个这样走一圈下来 应该不错 希望 以后有机会 好不好 大家 多支持我们的频道 如果说 以后有机会啊 订阅书和观看书如果能成长 以后如果有机会 可以实地去 拍给大家看 好不好 好 接下来就要 讲我们 本次 欧洲自由行之旅 大长篇的 最终章 感谢大家 一路的观看 欧洲自由行之旅的系列 即将进入尾声 好 让我们接着看下去 有些 书上说 巴黎人 比较冷漠 甚至 不太爱讲英文 或是不太主动跟别人打招呼 可能运气比较好 还是怎样 至少我遇到的人 大部分都是 还蛮热情友善 不但遇到好几次都是 主动别人 来帮忙 我们 有些也是 也相谈甚欢 所以我始终是相信 人性本善 多出去走走看看 偶尔会在旅途中遇到那个 虽然是瓶水相逢 但是你却时常想起 并提起的人 或许你 不知道他名字 以后你们也 可能不会再见面了 但是 他却在你的旅途中啊 留下一个很美好的回忆 上一集我们讲到 逛完那个广场附近 正在寻找午餐的下落 突然间有一个 年约大概50岁 很亲切的一个 老爹 就一直招呼 我们要进去他的餐厅吃饭 他有一滴字 没什么理他 逛着逛着 转头回去看 他又叫 招呼我们第二次 后面开始是怕说 包是不是 因为有时候 太过那个 热情会不会 其中必定有炸 就想说 会不会 会不会有问题啊 但是看他那么热情 那么亲切 所以我们就 于是乎我们就 走进去看看 踏入这间 没什么客人 没什么生意的 一间小餐馆 心里想说 这应该也不是黑店吧 但是 算了 既来之则安之 先看一下菜单 多少钱再说 那个亲切老爹就拿出 他们菜单 有那个 招牌的那个 商业午餐 一看也才12欧元 也不贵啊 12欧元 在当地算便宜啊 也是有面包 有 有浓汤 有煮菜 那这时候 我们就 松了一口气 还好 还算正常 然后我们就 点完餐之后 那个 老板也就过来 主动过来跟我们 攀谈 那我也胖了 老爹就跟我们说 问我们说 Where are you from 我就说 I'm from 台湾 You know 台湾 然后老 老爹就说 Oh yes my friend 就很热情 然后心里想说 真的假的 然后我们就开始 有一搭没一搭聊起来 其实老爹人真的蛮好 这老爹人真的蛮好 很亲切 也很热情啊 一直怕我们吃不饱 一直帮我们续面包啊 问我们要不要再加汤啊 总之就是招呼的 真的 无微不至啊 而且他的餐 份量 饭啊那个什么 份量也蛮多的 然后口味其实也还不错啦 还起来不错 以这个价位真的算 佛心啊 就吃得很饱 真的很饱 然后就感觉他一直很苦恼 为什么他这么好的餐点 他那个 价钱 他却一直没有客人上门了 所以他又跑到门口去 招揽那个 路过的游客 可能是因为太热情了 所以他每天招手的时候 别人就纷纷的就 闪了 还好 皇天不负苦心人 终于还是有人 愿意进来尝试看看 看到那个 客人进来跟我们刚一样 半信半疑的 走进来 我们也 跟那个 客人讲说啊 不用担心这里的 餐点 非常棒 也 非常便宜 看我们在吃他也觉得 还不错 他就放心的 做精英开始 点餐 所以说 其实也蛮好玩的 那个老爹 也不知道现在 怎么样了 不知道他餐店还不开 如果以后 就地重游 再找他 应该也蛮好玩的 希望他生意 不错啊 会越来越好 好不好 吃完那个超撑的午餐之后 我们就漫步过了那个 桥来到那个 巴黎市中心的最中心 鼎鼎大名的 巴黎圣母院 那个大教堂 这也绝对是最多人 最热门的 巴黎的一个观光景点之一 哇那个 外面里面 排队的人都 都很多啊 在欧洲看了一大堆 大大小小的教堂 这个巴黎圣母院教堂的 规模 和里面装饰的那个 华丽程度 那个 彩绘玻璃窗 是我看过所有里面 最华丽 最极致的 真的是 那个 很精细啊 大家有机会如果来这边看一定会叹为观止 然后隔天一早 礼拜一上班日 那个地铁终于修好 地铁终于开始要要用票才能进出了 当然他们还是有一些人 会趁着你第一个人要通过的时候 然后就紧贴着你背后进去里面 其实 你去看 注意还是会 会有种 那今天礼拜一 游客比较少 平日游客比较少 我们就要来参观 全世界最富盛名的博物馆 巴黎的 罗浮宫 罗浮宫 我想大家就不用再多做介绍 那个是 地表上 占地最广大的博物馆 之一啊 不要说他展示的内容 古迹文物和那些画有多多 光他那个建筑 本身啊 那个宫殿啊 本身就已经是 古迹艺术品 里面有一处是那个 以前路易十四 用的类似凡尔赛厅的那个 哇那里面的装潢啊 那木头的那个雕刻 和那个装潢 或者地毯啊 那个桌椅 哇那个真的是 浮夸到了极致啊 皇室啊 以前的皇室啊 哇那个用具用品真的是 哇真的不得了啊 真的是奢华到极点啊 当然里面展览馆空间真的太大 那个你不要说看 你用走的 光用走的 逛一圈啊 你也走不完 所以以前的皇室人家 住在里面 你要去哪 哪里 要走路走很远 那里面那个 真的爆大了 重点就是那个蒙娜丽莎的微笑 和胜利女神的雕像嘛 有看到这两个 就算值回票价 下午我们简单吃个 三明治面包裹 我们就搭着地铁又来到 巴黎的制高点 蒙马特山丘 因为巴黎市区 几乎是一片平原 一片平地啊 只有位于在这个山上 略微高一点 所以你可以 俯瞰整个 整个巴黎市区的街景 这里视野非常好啊 如果天气好 老时候你几乎可以一万无计 那这边上面有一间很有名的教堂 叫圣兴堂 因为这里就是我每天 从饭店房间窗户 看出去的那个 小山丘上面的那个教堂 我就 静静的 坐在 这个教堂里面 仔细的回想 这 一路 十几天的行程下来 说长 不长 但说短不短 但是却非常的充实 而且 真的竟然印象深刻 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情啊 有好玩的 好笑的 也有感动的 温馨的 一景一物啊 一个路人 一个店员的那种 笑容 和那个 问候啊 到现在都还算 记忆犹新啊 也获得很多 男人可贵的 经验啊 也了解到很多东西方 文化不同的差异 说真的 直到最后一天啊 我还不相信 以我这种英文程度啊 可以安然的度过 这十几天啊 这是我们在 欧洲的 最后一晚 明天早上就要 搭了飞机 回台湾了 就带着 依依不舍心情 跟美丽的巴黎 说声晚安吧 隔天一大早 往那个戴高乐 机场的直达车 原本 安静的车厢 只听到那个 铁轨 那个 哄哄 哄哄 的那个声音 啊 胡玩间 隔壁车厢传出了一个 美妙的音乐的那种 手风琴声 原来是因为街头艺人啊 在车厢上面 一节一节的啊 在那里巡回演奏啊 然后会拿出一个纸杯 跟你要一点小费 然后想说啊 反正也要去机场了 就把剩下来 用不到的零钱啊 就都给他吧 反正去机场 之后也用不到 他弹奏那首歌词 里面唱的 I will be coming home 对不对 我们即将要回家 经过漫长的转机 起飞转机 昏睡 终于度过 昏昏沉沉 又疲累一天 随着机场广播 各位旅客 本班机 即将抵达 桃园机场 感谢您的搭乘 并期待有机会在为您服务 对 随着那个 机上的广播 我们终于踏上 台湾 的土地了 随着那个人潮 通过排队海关 奇怪 怎么没有像电影演的一样 跟我们说 欢迎鬼魄 全世界 行李 转排速度最慢的 那个 等候区 等候许久 未见的行李 耳边旁边的人讲话 生意已经切换为中文台语模式 连旁边那个 真仙恐吓 强行李 欧巴桑 都变异常的亲切 没错 确定是回到台湾了 没错 回到台北市 已经 台北家附近 已经 晚上七八点了 还是巷口的一碗 鸡肉饭 佩斯木鱼汤 最对位 回到台湾 在家 日夜颠倒 调了几天的时差 终于在整理照片的时候 兴起这个 写着 这一篇欧洲游记的这个 想法 如果现在各位看到这边 代表我应该是完成了 虽然花了很多时间 可能其中也有些 语意不通 或是说 言不及议的东西 但是 还是非常衷心的 感谢 各位我们 很有耐心的 陪我一起看完了这 那么长的一个 欧洲之旅 真的很谢谢你们 我想 如果没有你们的支持 和鼓励 我应该也无法 完成这一个 这一个那么长篇的 一个 这一切 可能很多人都去过欧洲 或是网络上 也可以找到更 精美的照片 影片 或是更 贴切的介绍 或 邮寄 但是 可能每个人去 看到的 和所感觉到的 也都不一样 我们只是用我们一个 小小的 小宇宙 把我看到的一面 好玩的 有趣的 特别的地方 来讲出来 跟大家 来分享 最尽量 忠实的呈现给大家 感谢陪我一路走来 耐心的看到最后的 各位好朋友 真的 12万分的感谢 也是因为出了这一趟圆门 在 让我更了解 更珍惜一些 彼此 大家的 友情和情谊 最后再次 感谢大家 请继续支持 锁定我们的频道 更精彩的影片 我们下集再见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